斗地主 分田地 翻身农奴把歌唱 这段1949年苏联摄像师拍摄的 中国贫苦农民批斗地主的真实影像 详细记录了中国农民真正成为土地主人的过程 镜头前被批斗的地主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神情落寞地听着往日受压迫农民的控诉 而农民们越说越计 往日里遭地主剥削的情景历历在目 迫于当时的政策大火敢怒不敢言 如今总算等来了冤屈得以伸张的时刻 而眼前的这一幕随着土改政策的实施 在新中国各地上演 然而就时期的中国 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让只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 却掌控着70%到80%的耕地面积 而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 却要将50%甚至70%的收成用来支付地主的租金 以致农民连一家人的温饱都成问题 而地主们可不会管他们死活 仍旧榨干农民的血肉以充实自己的腰包 现在新中国成立了 农民可以翻身做主了 纷纷组织起来与地主阶级做斗争 讨还自己的血债 镜头前农民将此前签订的卖身器 和旧地器通通烧毁 随着熊熊烈火烧掉的 还有农民头顶的那座大山 一身轻松的农民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地界 画面中是工作人员 领着农民细致的丈量土地 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 每一位农民都可以领到自己的土地 现在看到的是农民排队领取种子的画面 他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一袋小小的种子 可是一家人的希望 随后农民领到了农具 这些农民吃饭的家伙 往日也是掌握在地主手中 现在他们可以免费领到这些农具 当这一切都落实到农民手中之时 大火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 到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 仅仅三年时间 曾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便获得全民恢复 并有了初步发展 这为新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